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以佛甘露雨 扑灭世间助可耐 那众生的耐达不到 父母耐啊 男女关系耐啊 子女耐啊 你所耗耐的一件物品 你的宝贝啊 但是你要舍离这些物欲警戒 广说物欲呢 财 赛 名 识 碎 这叫物欲 物欲解释很多了 这什么普通的 现在所用的 那财 为什么 财能满足物欲啊 有了钱了什么都有了 有了钱了什么都有了 就是没有佛法 对呀 物欲别的都能够备办 办法觉悟办不到了 这是物欲所办不到的了 不如钱买卸托 买不到 绝对买不到 所以它叫物欲里头啊 这个色呢 不是光指男女关系色 有的喜欢红的 有的喜欢白的 白的清洁 无缘的 那有和喜欢蓝的 这个颜色不同的了 所以专丝卸托妙法位 现在想的呀 就是卸托一位 妙法位 无欲不贪 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去灭众生的慈难 能以佛的甘露雨 谱灭似建筑可难 慧是慈景极圆泉 钻去无上腹地道 现在大家知道要是没得水喝呀 那个苦况可 没水喝你什么都 那身上要 你要不喝水 那血液还流动了 没得没血了 所以就汇给一切泉源流 就要有水 现在咱们世界上 好多人没得水吃啊 特别是非洲 水源非常缺乏 钻求无上菩提道 把那源泉水呀 形容着 说我把这些个 撕给众生 目的是达到什么呢 就为了成佛 无上菩提道 达到究竟觉 无欲 可以批评他 可以把这毁字他 因为什么呢 他跟禅定是相反的 浑测没智慧 越来越乱 禅定是即兴的 即兴的不乱 那这个光明呢 就叫什么呢 禅定光明 消灭无欲 思过承得此光明 有放光明明欢喜 此光能觉血状 令其耐目 佛菩提 发心愿证 无死道 放个光 就欢喜光 欢喜光 就是人人都欢喜 如果登了出地了 大家都欢喜 大家看着 密勒佛吧 那是我们中国不带和尚 永远笑话好的 笑话 那就 以欢喜不死给人 你一边愁没苦脸的 谁看着你呀 也跟着你发愁了 总向欢喜向 这个很难 很难 什么的观自在菩萨也是总向欢喜向 文殊普贤就不同了 大家看看文殊普贤 跟观自在菩萨所实现的不同 各个菩萨他度众生是他所实现的 各有表法 各有表法 我们 禅宗 咱们说到禅宗教下 禅宗分出好多门 每一个门有一个门方 各个的光明不同 各个的光明不同 所以能得住 现在这光明你能消除烦恼 现在这光明你可没有哭恼 所以这个光 你见到了你就觉悟了 此光能觉意去做 你光叫什么呢 佛有无边烦恼四元断 所以生欢喜呀 断烦恼生欢喜 那一切座上 都心药耐木 耐木什么呢 佛 菩提是法 佛跟菩提合合 佛现的是生相 就是生保 耐木三保 发心愿证无死道 无死道 这个可不是外求的 是什么道呢 菩提道 菩提道叫无死道 菩提觉者 就是觉也 觉是你自来把自己本聚的 不要往外求 往外求是求不到的 祝福菩萨启发 教育你 福于你 让你觉悟 让你自己的发心 自己的觉悟 所以这个光 就显示着 显示这种的意思 建立入来大悲相 众向庄严做华作 横探 注射 最上 助功德 事故能成此光明 这个光明怎么成就的呀 是大悲 那 是拔一切众生苦 赞叹一切助功德 凡有行善法的 这就是 普贤菩萨大愿 第五大愿吧 随喜功德 一切众生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上至祝福 下至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的行为 只要是善的 都赞叹 赞叹随心 而成就这个光明 那这个光明呢 就令一切烦恼都断除 有放光明 没耐药 齿光能觉一切状 临近心乐与祝福 以及要法要众生 切场心乐与祝福 及要法要众生 宅在如来众会中 树生无上神发音 开悟众生 无有量 普死面佛法宝 普死面佛法宝 开悟众生 无有量 普死面佛法宝 即是发信 功德显示物 成就此光明 上念佛法 生三宝 下化一些众生 在念佛法上 是功德 下化一些众生 还是功德 这叫 上求下化 上求是为了下化 下化是为了一些众生 都能成三宝 都能成佛 才能成就这个光明 静耐三宝 就能穷尽一些法门 三宝是包括一切的 无论做什么佛事 无论你做一举一动 常识的三宝在前 一定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 乃至经送完了 最后还是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 三宝 三宝 就是我们发起的功德 也是我们公文的功德 成就的是归于处所 都是三宝 那这个光明就叫三宝的光明 佛国上的光明 由饭光明蒙福聚 此光能觉一切众 令至财宝 西非长 横耀惠世心无浊 艰心难挑而能挑 解财若梦若浮云 争长惠世清净心 四顾得成此光明 光明品 可不是钱的光明绝品 这个是说是 等了十柱位的菩萨 你所做的事业 全是光明 化度众生 让一切众生 都能得到这份光明 在光明里头就是说法了 光明告诉你什么呢 光明告诉你呀 说一切财宝不是常有的啦 不是常的啦 西就是权 权都无常 另一些财宝 无常 不要贪 不要贪 不要不省 大家知道是美金也好啊 人民币也好啊 叫流通卷 知道吗 是流通的 不是要把它固定在那 那叫流通卷 可以随时灭的 随时换的 随时改的 可以增加的 可以减少的 如果你物质不充分 票子印的很多 本来一块钱买了一张耙子的 涨到一百块钱也买不到一张耙子 那没用处了 我记得49年的时候 1949年 现在五十多年了 那币字不值钱 把它改呀 改成叫人元卷 说这一元钱啊 就是一两个银子 后来银子也不行了 人也不相信了 改成金元卷 说这一元钱就可以换一块银子 哪换下 背在一口的金元卷的紫币 换不来一口袋米 那个银子都没用了 一切财宝都没得用出来 信吗 本来这些祭宋啊 这么青梁国说都不讲了 念念就行了 我们还是把它都 跟这世间法结合说一下 假假故事 河南的黄河发大水 发大水 那逃难的人呢 各拿各的所耐 一个人家里财富很多 黄金很多 他的 背了一口袋都是黄金金条 仅他力量能背动的 那他 在那个大树啊去躲避这个水灾 他大概用他背的金条爬不上去 太重了 就在树中间休息 另一个人呢 背了一口的馒头 这是面包吧 他这背面包请 他爬到树尖上去 那水尖不倒 嗯 待了一天 拿金的人肚子乐了 他看见背馒头哪里就吃 他没办法了 他跟那个 背馒头讲生意 说我给你一个金条 换你一个馒头 换那个背馒头那一想啊 这太便宜了 那哪一个馒头哪知道一道金条 就卖给他 待会儿吃吃饿了 他又拿个金条就换给他 后来换去 那个卖馒头的那个背馒头的人呢 他又变成金条了 那馒头呢 俩人都没有了 都吃到肚子去 那水灾嘛 也歇息了 那这有几天呢 那换馒头那个人嘛 拿金条换馒头什么 他就不吃 饿的实在没放过他吃 不知道水灾什么 哎呀 这个有智慧的了 这讲有智慧没智慧 他把馒头都换给人家了 他就是金条 他没有人看着人家吃饿 他再往回买 那人说我也没有了 那人就欺骗他 说没有了吃饭了 结果那个 扛金条那个人得到金条那个 饺死了 这个人呢 他饺死了金条他又回来了 他那时候那金条他都得回来了 馒头都也吃了 这叫啥 还是金条值钱吗 还是知道财宝是尊贵吗 人为什么要造业 世界为什么要烂 不是金人财宝啊 大家想想要没的粮食了 人能活吗 人是口福之磊啊 天下要没吃的一定乱 没吃的他不去抢啊 抢不到嘛你不弄死了 反正我没吃银都要死啊 还有个什么呢 铁器 是烂的 我想啊 一个粮食一个铁 离开粮食离开铁 没办法生存 所以一切财宝 无偿的了 现在啊 一切人 要登这个 财富榜 我称10亿 称20亿 称100亿 称200亿 登到那个财费榜 你能用得完吗 你干什么用 又不肯舍 叫你要恒失会死心无佐 心里不要执着 不要在财富上执着 不要在财宝执着 千万要不舍 不要坚令不舍 但是那众生的坚令的心呢 舍不得 不舍就不能得 张世仁说俗话了 舍得舍得 你要想得呀 你要先舍 你舍了才得 不舍呀 不舍不得 一切事物都如是 我们要调那个 坚贪嫉妒心 坚信 难调而能调 多给他讲道理 给他讲事实 理解到这个财 像你做梦似的 梦一醒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财宝像浮云一样的 浮云一阵风都给他吹过去 但是这浮云 他来的时候 他能把太阳遮到 你莫要先信他 一会就过去了 浮云虽然能遮日啊 但是不长 一会浮云就过去了 一会财宝也如是 要运势他 运势他呢 要调伏他 不要生坚令心 世间的财 财宝 五家共的呀 不是你自己的 拿五家呢 火烧 火一烧了就 金子也给你烧化了 烧没有了 贼偷 盗贼墙 有的墙的墙墙的 就贼了 就偷当 被人偷去了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国家没收 50年建国出界 专门收地主老财的财产 大资本家都收了 国家收了 三家共了啊 贼头火烧国家 给你没收了 还有一个说 不孝子孙 你呀 看他那个祖父啊 父亲一代一代积累很多金钱呢 可难了 他那不孝子孙呢 他给你拿起来 他根本他不知道 随便就给你浪费完了 无家共的 不是你的 贼头了 火烧了 水烟了 国王没收 就国家没收了 不孝子孙 我们在四川 给我讲这么个故事 两个地主老财 到厨艺师傅去赶场 那两个 是两亲家 儿女亲家 两人经常得到了 厨艺师傅要回 到赶场 知道吧 平常的那生意不怎么热闹 到厨艺师傅了 定是摆摊的 查官94啊 都很热闹 这两位 老先生 一到厨艺师傅到城里呀 就很浪费了他们 浪费到什么程度呢 买一盘花生米 就这一小盘 来上一壶酒 花生米怎么吃呢 不像咱那个炸花生米 拿条子可以买 十几个十几个吃也行 不对 一颗花生米 撇成两瓣 一瓣又拌成两瓣 一个花生米变成四瓣 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劝 倾下鸡呀鸡呀 倾下你吃呀吃呀 远的一小瓣吃 他那邻居呀 看这两个老家伙 这么多财富 但是这两个他的儿子 就在他的隔壁大酒楼 吃酒呢 哇 那菜摆着满桌子 花天酒地 他来啦 林姐跑着跟这两个老家 说你们这两个老财奴啊 你俩这样子 一个花生米 分成四瓣 还一颗七个颗七 还互相酿呢 看看你们儿子在那干什么 他那有这个事吗 他那去看 林姐就领他上去一看 后来他一看 他们两个的儿子啊 着急好多狐朋狗友 大吃大喝 那一顿呢 恐怕他一年两年都吃不完 吃花生米 俩人这一气呀 回来 说清家 最后不包瓣了 一颗一颗鸡 好 这算他 这算他是大行的 怎么着 喝一口酒 吃一个花生米 不分四瓣了 我听见 我给他们讲笑话 我听见 我说母佛经上讲啊 贪恋的报应 他们俩是该他们的 那个是找他们还报的 他们的钱他不会自己用的 等着给人家还赞 知道吗 宣传这个 我宣传这个 给我夹行了 宣扬佛法 那个时候 现在我怎么讲都没事了 为啥 时一时也 第一时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 一切法 都入室 现在你跟资本家 哪里我们这些工人 他打一天工 挣好的钱 你跟他讲这个 他听得进去吗 他说 这个会私啊 财宝都是无偿的 但是我们这些和尚 很理解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就是信三宝 这么长天气 屋里有暖气 身上穿的棉脑 吃的肚子饱饱的 怎么来的 想过吗 三宝加斯利 就是我们信三宝 供养三宝 信了就是三宝 这是佛的功德 佛的福报 一份 美好相关的一份福德 留给他的末法弟子 享受不尽 还不是说你怎么修道 好啊 就我们这些和尚就可以了 大家回头想想吧 咱们一天干什么 你还不真心诚意的 尊敬供养三宝 不是你的福的 人家是供养佛的 供养法的 因为你是挂名僧了嘛 就包括你包括在内了 所以你来享受啊 他换取的是什么呢 他换取的 比这个不知道多少倍 比他先来供养的 或者一包大煤 或者一顿煤 这有像的了 是有数字的了 他得那个福报啊 可没有数字 没有形象 什么力量使他来这样子做 大家想想 那拉煤的都得赶到夜间去拉 为什么呢 怕堵车 因为这样你也想赶到夜间 我也想反倒堵了 大家都要记得那个第一人他不堵车 所以在供养法座到北京去 一堵堵了他一夜 他要赶早 要想走那条路 照样 所以要泄脱 所以要泄脱 所以泄脱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都不执桑 这仅只是个财呀 这仅只是个财呀 其他的还多了 财 散 名 诗 碎 全部入室 现在 谈来难没谈成 或者哪一方不要哪一方了 往来吊死了 跳河下来 自杀了 划得来吗 有必要吗 看破了放下吧 所以 我们这和尚 所以 说到佛菩萨的教导 他能使你泄脱 使你快乐了 使你没烦恼了 使你看破放下 好自在 无挂无奈 因为我们心里有恐怖 好多我们这道友害怕 你怕什么 根本就没信佛 天天练心去 那心里有宗挂七千八卦什么挂着 说还有恐怖啊 心无挂难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这是一句话吗 这就是 一些财入敷衍 让你放下 看破霸 求道 求道者 是什么意思呢 求身体的信 把你心哪把他洗澡干干净净的 得了清净了 清净你什么也不怕 你怕什么 生了病死 再真是死了死了 死了就了 他不懂得呀 死了了不到 死了谁也受报去了 更苦了 活着比死了强一点 活着我还能自由一点 下地狱不自由了 跟说住监狱跟你带外头绝对不良样 绝对良样了 没做过你就试试看吧 那就不自由了 你有这个身体 他就有树方 你心里要放下了身体不会树方你了 怎么聊呢 有心聊 心聊了 开路了 明白了 一聊白聊 那是真正聊 但又回来了 又不了 怎么不了 众生还没聊 咱们讲行菩萨道的 要发菩提心呢 等了出诸位的菩萨 就这么大的力量 放这么大的光明 咱这就是讲放光 放光是不是说法呢 嗯 佛说法经常是以光带说 用光明嘛 就表示说法了 而且一切光明都有名字的 就都加符号的 这个光明叫什么 那光明叫什么 那每一个光明呢 都有含义 都有含义 因为他所含的道理 嗯 因为众生在这个光明之中 所导致的利益 而定名的了 不是光明有什么名字 这个含义呢 让大家体会 辅聚 辅聚欢呼说就辅德 不是一辅两辅 有什么 就有了很多的福 这很多的福 这很多的福 佛在这种光明加持众生 令众生直到不识 直到施舍 施舍 施舍有两种 一种是财死 一种法死 要说三死呢 加上无畏死 不是恐啊 众生恐怖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在忧愁啊 这担心啊 的担心呢 恐怖就是担心 佛要使得减去的忧愁 减去的担心 在这光啊 感光啊 光个人的体会到不同 所以嘛 光明的名字也不同 那知道吗 这光明里的显示 你要想有福啊 你要舍 不舍福不回来的呀 能舍 能得 具体含义呢 就是 你所做的事情当中 竟帮助别人 利于别人 给个人家布事 再给人家恐怖的 使他难定 难为不恐怖了 如果我们举个例子说啊 有人打不歌的 有人呢 打猎的 受累了 受累逃到你身边 那个动物他也感觉到 因为你有慈悲心 不会伤害他 他也带你身上 从你保护 撕给他无畏 这也是佛 这个佛很大 这个具的意思啊 含量很多 那么是这个光明当中 以这个光明来利于众生 使众生啊 能得到 得到很多的 这是一种啊 这个光明呢 得这个福呢 是除世间福 不是世间的 因为这个光能使众中觉悟 觉悟 觉悟的含义就是 知道了佛所说的法 是要么传播的 不是要么不舍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像我们作为的法司 那不是是助长 你学了很多法了 学了好几年了 就是不说 换句话说你就是不放光 或者你该跟说了我没得光啊 说法就是光 那就是放光 现在念阿佩特佛 人家不信我的 人家不信你给蚂蚁说了 给那些畜生说了 蚂蚁有很多很有灵感的蚂蚁 白蚂蚁对人伤害很大 白蚂蚁你的建筑物 所有的木子建筑物 它都给你破坏了 给你咬伤 黄蚂蚁不会的 黑蚂蚁我们大家看到的 还有飞蚂蚁 白蚂蚁 黄蚂蚁 黑蚂蚁 还有种红蚂蚁 红蚂蚁非常厉害 战斗性非常强 研究过吗 你跟那蚂蚁说法 但是说的时候得要吹气了 有口吹气 有得懂 懂他还有感觉 他不动了 实验一下吧 现在蚂蚁很多你给他说法 归佛归法归生 一边念呢 一边吹气 那蚂蚁他不动了 他不爬了 他在那等你吹 真是给他说法 这给人说不听 给厨生说嘛 听不懂 听不懂你夹死的嘛 咱们也不等 佛要给咱们讲话一讲 那些大仆子讲话一讲 咱们也不等 咱们懂吗 但是种善根了 种善根了 吉佛的方式很多很多 但是众生呢 不是吉佛 舍佛的方式也很多很多 那个众生差不多了 会舍佛 不会修佛 怎么样才能使福德句呢 另行种种种无量思啊 以此愿却无上道 是一戒啊 所以你说种种的无量的思舍 舍的就是思啊 不是啊 是六度万恒的手动 六度万恒的手动 种种无量思 我刚才只讲三种 还多呢 这是经常经常经常说的 就是经常经常说的 财思法思无畏锁 你说句好话给人家帮助别人 也是不实啊 人家在那不实 你在旁边赞叹随邪 也是不实啊 看见做好事的 你没做 没做你随喜啊 交互随喜 所以说你要是懂得 佛所教授的意思 你天天念念都可以舍佛 就是不做 咱举例子说 我们现实的啊 看见那些个 庄严佛果度的 锻炼劳动的说啊 不过我们这个没去参加劳动的随喜啊 随喜他们的功德 劳动的没能到这儿来听课 看见师傅来都来听课 他也能发愿随喜啊 这个福德他有一份 这个福德他有一份 随喜部事 随喜文法 随喜劳动 你都可以互相随喜 只要有利于众生的事 然后你这个随喜的愿力大了 那你无上道成愿的很快 不是一门的无量门的 这叫愿 这叫愿 法愿 看别人劳动你随喜劳动 看别人闻法你随喜闻法 你听见看见打仗的你可别随喜啊 这个随喜不得 这个随喜就麻烦了 这要怎么样呢 帮助他们忏悔 给他祈祷回向 这样你会种种种的无量福德呀 我说那见闻觉知嘛 见闻觉知 放光动地呀 就这随喜的愿力呀 因此呢 把这一切的随喜 把这些的佛事 都回向 成佛 还有一个下话 下话就利于众生 舍本身就是下话 舍大司会无辙限 用来求者皆满足 跟我们下下相反的 佛教导跟我们众生的心呢 恰恰相反 我们在布什时候 怕人多 为什么 如果自己物质不够 那你不要管他 要舍的是心呢 大司会 无辙大会 无限量无辙子 凡有求者皆满足 那屋子没那么多呀 没那么多你发愿呢 愿满足 啊 我们有的人 学了佛法了 他尽什么都能舍 咱们这个说的是财物了 无畏了 让你舍眼睛 让你舍鼻子 让你舍脑壳 你舍得吗 这叫内思了 内思 外思 无畏舍 内里头就是身体法府都可以舍 现在有那个需要器官的 你捐献给他一个吗 这叫无辙大会 不是管内 不是管外的财富 佛战士说 那个讲他阴地当中 要要他的妻子 要他儿女 他全部都舍 最后要要他 他也舍 这就是 究竟大菩萨了啊 有来求者都能满足 不令心 有个缺乏之感 佛成就这个 光明辅聚 是这么成就的 光明成就大辅聚 事故得成此光明 这样才得到辅聚的光明 于一法宗一念宗 细节无量诸法门 为主众上分别法 及绝了真实义 散说法义 无愧见事故 成就此光明 这是世间物子 还有法呢 说一法就具足一切法 与一法的一念宗 能够了解了这一法的含义 无量法门 具足一法门 我们每天是念念不断的 念念不断的 但是我们这个念呢 是没得智慧的 不能使一些众生都能觉悟 在每一法一念 在每一法一念 一念中中具入无量念 一法门嘛就是无量法门 一念中就是无量念 现在我们的思维 你这思维呀含着 我能想念一个 我想念米特金嘛 我想念华安经嘛 那就包含的广了 不说华安经了 我想生老病死吧 就是一个生的法门 在这一念中生 在这一念中生 一切法生 一切法灭 这一切法就包括太多了 在这一切法 在这一切法 在这一切法能说无量法 这就是佛的缘引啊 缘引一音眼受法 众生随利各得节 各取所需吧 咱说一法说生 生住一面 这个法生起来要住 住完了 他说经过常识的变幻 意义就是变异 变异了就灭消失了 这是一法生啊 无量法都如是 生住一面 成住坏空 每一法都具足 生的就是生起的意思 我这看着一个事物 都是一法 这个事物生起了 了解他生起来 也想到他一静变灭 有生必有灭 在这个生到灭到消失的时候 哈纳中间经过多少过程 无量 居住无量 咱们 咱们每个人 在每个人说啊 你回向你自己吧 你从下你生下来成长 这小时候父母腹育 长大了 各随你的自愿吧 就发展去了 从那小时候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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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死 这个中间呢 这一法具足了无量无量 你在你这一生这种 你做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就寒常着又是无量 现在大家出家了 闻法 这法门又是无量 那你说人生吗 说一个物子 随便你说个物子 他都经过很多过程 这样说这个桌子 这个木工把他 用木材 加人工 这里的还要加点胶漆吧 他里头夹着很多的法 就是无量法 他的运气好 把他作为供作了 或者价作为奖金的法作了 他说运气不好 摆到厕所里去 那就麻烦了 他一天就闻着我 这样说他是个人也若是 我说这个是引导大家是会修惯的 你惯是思维了 你这样思维 一法自宗具足无量 一法一念 他能够解决了具足了无量主法门 咱们说讲的是 实住实信满心的出住 这是一法 所以你念念的住心 坐在菩提心 但是这菩提心含义非常的广 就是无量法门 就是这一法怎么来的 前面有实信 一修一修修到这个的 将来的结果 那就多了 实住实行实会相实地 还是等妙二绩 实通实隐呢 那佛的无量性功德 所以他一念中去做无量法 这是开阔的说的啊 非常的开阔 你举应和法 你不要打妄想吧 说我妄想很多 好了你打吧 根据你发心出家 一直到我想成佛 这里头你想去吧打去吧 我天天打妄想成佛 天天打妄想做众生 这妄想会变成真实的了 所以说一列法 去做无量法 他那一举一动 我跟一个道友他问我 我跟他开玩笑 他说他说师父我妄想多 我说你妄想多我妄想多 他说我妄想多 我说你不多 我问我你好多 我说打过没有 成佛你打过没有 他说没有 我这妄想 从你现在发现 要或者拜餐也好 或者拜斩斩斩斩也好 大斩斩也好 什么斩都可以 拜过吗 打过这妄想吗 没有 我说那多什么 不多吗 我说你从凡佛地到佛地 打过这妄想没有 我说现在 咱们在纽阳 纽阳有好多万人口 你说我打妄想 我都把它度了 我说打过这妄想没有 他说没有啊 我说没有 那你妄想不多了 你妄想没有我度 这叫妄想 你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你那点小事 都是从你自己身上 从我自己发现 多啥多呀 不多呀 那你把这一切众伤 无量无边众伤 他们说你打的妄想 我都收容了 我又打妄想 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佛 另外给他一套妄想 把他那套妄想 换了另外一套妄想 我说这才叫多 我说妄想不多 你妄想总是从你自己出发 说你面也如是 一切众生的分别法 都从自信他的含义来分别了 他们以着法来分别了 所以 四助众生分别法 来以绝了真实义 即以绝了真实义 这些法 他含着真实的道理 就是一个 无不荒归此法界 说多了是很多 说少了就是一个 连一也没有了 最后到一也没有了 所以 这些分分法在他决定的真实义里面来说 再烦 再烦 不亏 不减 再胜 不争 也没增加 也没赢 不争不赢 这就要成就这个的 光明 辅聚 这个光明 就叫这么个光明 事故成就此光明 圆满辅聚的光明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帅死出家 一生 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唱讲花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 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法物 推广 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 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于谐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惠泰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 于谐宴口超度法会 地点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于宁观音讲堂 举办护身法会 恭送嫩言经 嫩言咒 及不动佛修持 修持仪轨 恭请战性法师组法 日期3月20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于宁观音讲堂 于宁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1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晖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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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